欢迎收听Coco早餐 怎么看待七合一选举当中 我们看到民进党的提名大办都已经完成 但是他新北市游锡坤 是不是要如期提出 明天他们的终止会 应该要讨论 如果提出的话 那就是确立 如果延后的话 那就有好戏看了 那国民党方面 说是推出政务官 可是在嘉义市的陈以珍 名字一列出 就说有反弹 你怎么看 我们先看国民党好了 这个政务官牌有效吗 在今天低迷的国民党的民调的状况之下 总比其他牌好一点吧 如果说这么低迷的话 总要推出一点比较清新的人 我们现在了解地方各地的民情反应 都觉得就有了政治人物 大家都觉得就是个假字 所以如果真的还想在地方上 有所连结的话 那政务官一方面可能形象清新一点 牵扯的复杂度低一点 那另外一方面 这个政务官可以看到国民党提名的政务官 还是跟地方基层是有连结的 也不可能是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地方选举 所以我想对任何政党来讲 在任何的大选 像这种地方首长选举 恐怕政务官是他们培养这种 地方选举人才的重要的管道 过去民进党也会如此 现在的国民党也是如此 所以政务官我还觉得 是他勉强还打出来不错的牌 是我们来看看这个政务官 其实就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 简太郎对不对 跟那个陈以珍 那陈以珍这个嘉义市 国民党是输不起的 因为黄敏慧也是国民党籍 那你怎么看这个陈以珍这么年轻 其实他上次打这个嘉义县的这个选举 对好像上次他是选立委嘛 对不对 对陈明文还造成相当程度的威胁 口碑还不错 可是这次在嘉义市 这个达起你在高雄离这个嘉义近一些 你怎么观察最新的 最近的这个比较这个 再定性的情报呢 在定性的情报的了解是 这个陈以珍现在出来议院 可能受到很大的干扰 因为毕竟还有两个议会里面的 一个好像是郭明贵 一个是一个张姓 都是议员 他们反弹的非常厉害 那反弹非常厉害的话 那就要拼这个初选民调了 拼初选民调去说 陈以珍就不是那么乐意 那另外一方面 这是来自地方上这些反弹 因为其实嘉义你说 简单虽然是黄敏慧执政 但是嘉义的议会跟黄敏慧 一直没有搞定 这个非常复杂的 那个冲突多了不得了 那曾经两年他都不到议会去 当然是议会非常的羞辱了 那且不说 那这是一方面 就是说这中间已经有反弹人了 那第二方面呢 是陈以珍在他选立委的时候 虽然打得蛮不错 跟那个 就像你讲的 跟那个陈明文 但是呢 陈以珍的家族 并不是那么乐意他从政 很复杂 因为他的家族 毕竟是商界人士 我想大家可能了解一下 他有这个 耐斯集团的一个背景了 那所以这种商界的人士 其实对从政要尖锐对立 跟有那个清楚的蓝绿界线 哎呀 商人怎么会喜欢呢 所以他的家族的奥远 也不是那么强 所以这种 最后这个情势 还不是那么明朗 跟嘉义市民进党的 对不起 答请 嘉义市民进党的挑战者强吗 凸醒哲 我想大家对他 都有一定的了解 他的表现 一直很突出 所以这么突出的表现 可好可坏 可以吸引一点声率的 对他 对于中间的比较难一点 对啊 其实陈以珍 是一个清新牌 没有错 对 所以看国民党 这下的功夫了 因为现在就是 第一个是搞不定内部 那国民党要不要 瞧那两个议员 第二个就是 他家族上面 要不要去做一些 游说的功夫了 那就是这样的条件 国民党要调也很简单啊 要瞧啊 就给个位子不就得了吗 就靠你扣姐的节目 好好来施加 是吗 这个靠我们马主席的 这个毅力吧 好那简太郎 你很快的告诉大家 这个屏东的选举 其实有张派林派 对不对 那屏东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 曾永泉先生的基地 在屏东啊 没有错 但是那个简太郎 能够出现 我觉得很多因素吧 最主要是简太郎是屏东人 也曾经在屏东参选 做过总大代表 那他基本上的最大特责 特色 他因为在内政部 带了好久 现在到刑警院长 副民修长嘛 但是他人在中央 地方的大小事物 有求于他 他从来不拒绝多帮助 蓝绿通区啊 蓝绿通区 而且不管是谁执政 因为他在内政部 也经历过绿色执政的 所以他的那个人脉 还有他做事的风格 是他对基层的服务 是没有断过 所以这个连结是 可能是别的候选人 不见得具备的 那他的这个条件 那地方的人脉 维持得好 那再加上呢 就是你说这个 曾永泉什么的 因为曾永泉 毕竟还是屏东人了 但是在屏东的 经营的时间 恐怕已经没有像 简太郎这么久 那另外一方面 是要看到整个这个 绿营的这个形势 因为绿营是有 这个目前是 潘孟安代表嘛 那潘孟安跟曹启元 其实在屏东 绿营也有 大叔小叔的问题了 大叔是苏贞昌 小叔是苏家全 所以这两个中间 都还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一点 一些矛盾了 所以这中间 屏东虽然已经执政 17年都在绿色执政了 但是简太郎的生根基层 再加上这个整个 民进党内部的一些问题 那还再加上 这是一个七合一选举 是整个基层的网络 都要动起来的 包括邻里长这样子 那这种基层的动员 跟这个整个国民党 以组织建成的这种打法上 那屏东这场戏 是比较可以看的 好 可是我昨天跟一些 民进党人谈 他们说 潘孟安太强了 简太郎这个 平常没有经营这个屏东 而且又不是打选战的人 他们好像不太怕 其实我觉得 他们不怕 民进党不做 不表示害怕 这对简太郎反而是优势 因为这个交兵 这个打仗是非常奇怪的 你越是觉得稳定的时候 你越觉得这个简直是 在基层毫无关联 但是他默默压死滑水 没有感觉的话 其实这个战争打起来 其实蛮危险的 其实我们想想看 吴敦毅当初 怎么会趴一个谢长亭呢 经营这么久 但是最后这个东西 要翻掉就是会翻掉 那这东西 没有到真正见真章的时候 现在都下判断太早 不过民进党不怕 简太郎 我觉得这个民进党 自己留着判断 不过这个其实 简太郎他在这个 屏东 也就是蓝绿都有好朋友 而且加上 太久了 对加上 潘孟安 他这个跟在地的一些势力 是不是能够百分百的密合 这些好像都是问题嘛 所以您的意思也就是说 屏东县这一次 简太郎去参选 对这个国民党来讲 是有一战好看的一场演出 至少还有 开始还有一拼的局面了 其他的 讲讲我们高雄市就比较辛苦嘛 那个这个局面要拼起来 真的是比较辛苦 高雄市这个 那那个陈以珍 这个是应该可以好看 但是他现在的意愿上 有点问题 那其实还有一个 可能可以看看 大家可能不太注意了 他其实不是政务官 叫林纯青的 在嘉义嘛 嘉义张花冠也 嘉义已经这么久了嘛 陈明文一将到张花冠 嘉义县国民党大概想都不敢想 翁仲军曾经出战国 结果翁仲军还是败下政兰 那整个意愿上也不高 那这个林纯青 现在也是等着翁仲军 最后表示说一定不选 他不是很客气了 但他跟翁仲军是同一个派系的 所以这个林纯青 虽然是一个东石乡长了 那他不是政务官 但是他在那个地方基层的实力 还是蛮有的 而且他跟翁仲军有同一个派系 然后再加上 跟这个他们有这个三线海线 他跟海线也有他的源源 所以这也是一个 有时候你越是默默无闻 你看不到的 对方根本不把你看在眼里 这不是坏事了 打选战不见得对方看低你 绝对不是坏事 还有一年的时间 因为连任者有他的负担跟包袱 对不对 好 廖老师 我们还要进一段广告 不好意思让你休息一下 我们请到的是 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的所长 这个对于选情的分析 非常资深 这个权威的廖大奇教授 等一会我们回来看看 游锡坤如果不选的话 听说那苏贞昌 会不会被逼下去 不过最新的消息是说 如果朱立伦继续连任的话 他就会可能促使苏贞昌来上阵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说他又打不赢 打不看低方出牌 对 他到时候苏贞昌打不赢足理论 可是他打得又好看 还有持续战场 对2016没有影响 我不知道这些分析 到底有没有他的道理在 那国民党的这个新北市跟台中市 到底要怎么出牌 显然对马英九来讲很困难 我们等一会来请教廖大奇教授 立刻回来咯 我们的权威的分析 请叩叩早餐的听众朋友 可不要走开咯 这个可是第一手的资料 同时我们当然也希望在我们的节目的分析当中 给我们的选民一些激发 选民就可以去激励这些政治人物 或者是去监督这些政治人物 因为选举的选票在我们手上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可可早餐节目 我们继续请教的是 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的教授 也是所长廖达奇 来跟大家来解读国民党在台北 这个初选 恐怕会选一个时间来进行 台北一定是以初选来最终的人选 那新北市跟台中市 到底你现在的看法 这个答题 很多人跟我说 其实朱立伦已经在准备要让侯友宜接班 而且目前正在极力的在 亚子滑水推动当中 那胡志强到昨天都说 他没有说要连任 或是不连任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你的情报应该比我更连 你怎么判断中间这些政治人物的 其实我想在新北市这边 因为朱立伦一直有职工总统大位的准备 所以侯友宜都已经试了好多次疯了 但是还是要看民营党这边的出牌 所以这中间可能还有一个在瞧的空间 所以还在等待看看 民营党到底是不是苏貞昌来替了游锡坤 或者说小银要不要下来 所以这中间大家都在等对方出牌 所以我想新北的局面 有一点点这个味道了 所以还等着看看双方谁耐不住 整个状况 在台中这边 我想胡志强 当然希望不要再继续 可能主观上 你是这样认为 因为也当了这么久了 能突破就突破了 不能突破的恐怕也是很难再突破 再加上他自己身体的状况 恐怕也要多考虑 但是如果要离开台中市的话 当然希望中央也有一个比较好的安排 可是这个东西他主观的期待跟客观的环境 或是跟马英九的意志上 是不是能够相结合 这中间可能就有他回旋的空间了 所以我想这最后都没有瞧好 那还或是一直还是保持这个弹性空间 大家都在等等其他的牌 牌如果都是僵了 那恐怕就还是照样 那胡志强如果没有等到他期待的中央的安排的话 那恐怕就还是得在原地他 可是问题是 达奇现在林家龙的气势很强 那如果 其实有些民调林家龙都大幅的领先胡志强 不过国民党内部怎么做的抽样的结果是这样 不得而知 据了解他们是目前是针对大台中地区是密集在做抽样 然后来为胜选而努力 因为国民党当局都知道大台中输了 恐怕马英九这个整个八年就几乎等于说是挂邻的一个状况 更别讲说2016很可能被政党轮递掉 那所以你的感觉就是说 如果大台中地区林家龙已经确定了 那胡志强要是不选的话 那接续的这些人 不管是政务官级的像什么夏佳琪啊 或者是他的副市长徐忠雄啊 那个卢秀燕好像已经不选了嘛 那其他什么季国栋啊 蔡景龙啊都不是林家龙的对手 那国民党会不会为了胜选 不得已就是把胡志强留在原来地方呢 好可怜啊胡志强 因为他们的就像你所说的 国民党每天都在做这些这个地区求养 对不对 那做这个调查的话 那可能显现的目前来讲 胡志强还是比较看好 相对于林家龙 那是不是这就是最重要的理由留下他赢 那我倒觉得也不能够太低估 如果是肖家旗的话 因为他毕竟现在不是在这个位置上嘛 那他原来是副市长 所以这种选民在这个时候 你知道他说有多强制度 我觉得这是这是一时了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民调的关系 民调是唯一现在看起来领先林家龙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现在领先也不代表未来领先嘛 中间都会变得去 要不然选战打什么打 那不是民调就确定了 所以我想恐怕这个民调的因素是比较次要 还是整个看跟中央瞧的问题是比较复杂一点 我的猜想啊 我个人的猜想 那因为这个谁都知道 选战的时候就像现在 如果我们要讲一点 黄军在一开始他才过时嘛 其实我们都很记得了 2012他刚开始的时候是0.8的民调 他跟那个现场庭最后打到差不多将近平手数两万多票 所以我觉得这中间的变化还非常大 那主要还是整个这个大局的安排 还有个人主观跟客观情势 跟别人的主观中间的交互下产生什么结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调只是现在的参考 当然国民党在台中地区也必须说 因为台中市就像我们高雄是一个合并的新的大都嘛 那个大都里面旧的台中市就老台中市区 那恐怕民进党跟国民党是差不多可以立平 当然国民党还是比较占优势 那在台中县这部分就很复杂 它是个派系的结构 那派系不合的话 像黑派 陈根津 红派 红孙这些系统 如果他们之间合的话 其实这个要打下去 国民党也不是太难 如果是合的话 当然就这中间还是看最后整合 当然林家隆的耕耘最深的 应该还是在老台中市区 对台中县这部分 他目前为止是不是有像上次苏家全跑那么深 苏家全最后只输三万票 对 在台中县有那么深 那这个其实中间都还有得看的 所以台中市才会出现像这样子 国民党是输不起 因为大家都知道决战中台湾 那所以国民党在台中 应该是有些策略 有些盘算 而且有一些民调的依据 所以那个徒招应该不是随便出的 好 台中不随便 那台北明天呢 民进党会不会正式提名 游锡坤就看这个新北市的发展了 那如果不提名的话 那就等这个国民党 那国民党到底是侯友谊还是朱立伦 如果是朱立伦 这恐怕就会有 对 我认为这个跟这个有些联动的 好 政治的险恶跟有趣都在这里 那非常谢谢 我们谢谢廖达起教授的深入的分析 谢谢将来选举日经 廖教授 好 谢谢 也是我们很精彩的分析人 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了 拜拜 拜拜